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世中 人的阴谋轨迹 至今间 却要莫光复正义 这故事说了几百年一生传奇 这故事传了几十日来 可可可期 这故事讲透了做人的道理 这故事撕破了虚伪的面具 一幕后的影后 轨迹里的轨迹 正义的两望上我一切都为不延迟 有一片整整花 天地间 一步打送传 这故事说了几百年一生传奇 千困离 一股豪然正义 人世中 人的阴谋轨迹 至今间 却要莫光复正义 这故事说了几百年一生传奇 这故事传了几十日来 可可可期 这故事讲透了做人的道理 这故事撕破了虚伪的面具 一幕后的天后 轨迹里的轨迹 胜利的两望上我一切都为不延迟 留一片整整花 边关再一次响起了征战的号角 辽军的铁蹄再一次气势汹汹地踏过边界 侵入大宋的江湖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两军交锋了 多少年来 野心勃勃的辽军 无数次地在北部边界燃起战火 金戈铁马 狼烟四起 成千上万的两军将士浴血疆场 无尽平民百姓涂炭苍生 这是一个动荡的年代 也是一个产生传奇的年代 这个年代给人们留下了无数的故事和传说 于是 在大宋传奇的诉说里 在征战的号角声中 一场大战又要开始了 突然进去 龙方的夜情 你看 龙方的夜情 流活 他是有尽力的 尽力的 approach 就在宋朝将士浴血边界 为保大宋社稷殊死奋战的时候 我们大宋王朝的皇帝宋真宗 却请了一个民间方士文言博 进驻后宫炼丹取药 同时还在皇宫旁边花巨资修盖了一座 可以和皇宫媲美的上清仙冠 在他被方氏神汉弄得神魂颠倒的时候 天下 人民 国事 家事 都成了遥远的事情 朝廷空置 天下荒废 正气难立 浊气上升 于是就有了世代流传的狸猫换太子的故事 皇上闭关几日了 倩岁爷 已经整整七天了 是哪位公公在侍奉皇上 只有皇上一人 大胆的陈琳 你是怎么侍奉皇上的 皇上一个人在里面 你为何不被冒 这是皇上命奴才这样说的 皇上不要任何人侍候 八千岁啊 你老夫看皇上一个人在里面 情况无人知晓 处境甚是危险啊 吴皇万岁 您为大宋百姓祈福求祥 臣等文武百官 及天下百姓无不感恩戴德 但朝廷不可一日无君 如今七日无人听证 四方纵折堆积如山 南北快马消息频传 愿陛下勿忘社稷 垂念苍生 今早出冠回朝 执掌乾坤 臣等恭请皇上出冠 臣等敬请皇上立正 六父 允等敬请皇上立正 光上立正 收到登 四方纵抜 阳宫老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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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大师 老臣问你 皇上什么时候能出来 皇上什么时候出来 是皇上的事情 必然怎么能知道 皇上不是受你的唆使 才进去闭关的吗 皇上什么时候出来 你不知道 太师这样说就错了 皇上信奉天意 借斋修身 实施国之大事 怎么能说是受碧人蒙骗唆使 至于皇上什么时候出来 碧人确实不知此乃天意 温大师 你敢保证皇上的龙体 安然无恙吗 上天保佑龙体安然无恙 可一般人 谁能经受得了七个昼夜啊 皇上的身体 岂能是你我等凡人俗子 所能相比的 八千岁 万万不可 万万不可呀 快 快 皇上在入关之前就嘱咐碧人 任何人都不能干扰他的修行 再说现在已经闭谷七日 魂魄正游荡在太区 这时受到惊扰 碧人可负不起这个责任 我问你 皇上要是修出什么威胁来 你担当得起吗 放我尽管 慢 八千岁 皇上有令 你说我是听你八千岁爷的 还是听万岁爷的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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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活的 不 不 要活的 八百岁加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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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 变迪八百岁加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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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中八百岁加吉 是杨将军的血迹 看来边塞双锁冠衣被辽军所占 八千岁 你是当今皇上的足兄 为了皇上的安危 为了我大宋江山的设计 现在只有你能拿主意了 把关门打开 皇上有旨必然不能开关 我让你打开 我只听万岁爷的 八千岁 文言伯 这是祖上赐予我的金剑 他上打过昏军下打过奸臣 今天该轮到你文言伯了 你们不能胡来 文言伯 来人哪 破冠 曹云 悠您 犍 找 皇上 变官释手 臣等贵请皇上暂停求神 回朝礼政 皇上 满朝文武大臣 已在关外等候数日了 皇上 皇上 辽军铁梯已越过浦水 逼近黄河 请圣上主政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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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千岁啊 你看 快传太子了 快传太医 快传太医 传太医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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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 皇上需要静养 郭公公 拿丁板来 娘娘 娘娘 是不得了 娘娘 是不得了 皇上 就让臣妾 替您接受天谦吧 皇上 皇上怎么样 我大肃涉及 竟让这个妖孽 搞成这个样子 这个文言伯 当斩 传本王的话 斩文言伯 八千岁 皇上若有不测 斩文言伯是十拿九稳的事情 可是依老臣看 现在不是时候 现在皇上生死未卜 兵官告急 国家危难之中 总得有个人拿主意吧 庞太师所言及时 现在皇上急凶难补 可朝廷不能一日无军啊 辽军铁骑 隔阂相闻 设计是危在旦夕呀 八千岁 您是千岁 除了皇上 只有您才最有权力说话 这时候 您八千岁必须临危执政啊 左大宗开国以来 凡事都是由大臣们 共同商议来决定的 丞相 还是由你来主事 大家商量着共决大事 就是群龙 也不能无首啊 八千岁 在此国家危难之际 您就不要推辞了 八千岁 八千岁 老臣也是这个意思 你是皇上的兄长 是唯一可以代军主政的人 八千岁啊 满朝文武都等着你拿主意啊 请八千岁代理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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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大臣 请起 既然如此 本王以江山社稷为重 从今日起代理朝政 我对着列祖列宗起誓 永远效忠于大宋王朝 请诸位大臣多多监督 五皇万岁万岁 万岁万万岁 万岁万万岁 诸位请起 杨显将军听令 本王命令您率二十万进军 出京北上 迅速收复双锁关 慢 八千岁 老夫有话有说 请千岁垂纳 请讲 按照我大宋的惯例 只有皇上可以调动进军 常言说位不正则言不顺 八千岁 你现在做的位不正啊 既然是八千岁主力朝政 你老臣看 为了服臣民 八千岁应该做的正位上 这样才有利于将军们领旨啊 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抵御外寇 大家就不要计较这些位置的事了 杨将军 在 大宋王朝在期盼你开玄归来 得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臣参见皇上 说吧 有什么事情啊 皇上 刚才有消息传来说 八千岁主政所派的杨显将军 已将辽兵击退到双所关外 叶绿沙的残兵败将 已被赶出我大宋国境 朕这几天没有上朝 大宋江山的天 不是也没塌下来吗 杨显将军不日将班师回京 八千岁 准备率百官在城门口迎接 班令说 上下官兵要一律嘉奖 不是回来以后要宴请百官吗 为什么要造这么大的声势啊 是啊 老夫也觉得八千王这样有点 说得不好听 有收买人心之嫌 你接着说 老臣不敢 恕你无罪 太师啊 自从大宋国开国以来 不都是文武百官一起商量国家大事的吗 你什么时候见朕 因为大臣们畅所欲言 而责怪他们了 皇上 现在上下无论是官职大小 对八千岁的评价是越来越高啊 有人说他是贤明的君主 甚至有人说 如果八千岁主政的话 我大宋就不至于 不至于什么呀 皇上 吃药时间到了 你下去 是 甚至有人说 如若八千岁早日主政 我大宋不至于 与辽谛定的缠冤之盟 让百姓连年受累啊 这方式啊 你要不要也出来喝两杯 笑话 这方式啊 就是方式 参风隐落 根本用着吃饭 得了吧你 我就不信 他能不吃不喝 这方式啊 今天大爷我 吃块肉给你吃吃 赏杯酒给你尝尝 好啊 你个方式 你也不看看这是哪儿 竟敢在这里摆八卦 他呀 大概是在算自己的死期吧 不 必然在算计 你们的屁股什么时候被打烂 圣旨到 皇上传遇文言伯大师进宫 大师啊 你说 朕这次修行被打扰 是不是对朕的身体 有很大的伤害啊 虽说皇上是天子龙体不会爱什么大事 不过 这次修行的功力 恐怕三年五载也补不回来呀 大师啊 别人不知道他八千岁 你是知道的 你怎么不去阻拦他呀 皇上 皇上万万不该怪罪文大师啊 据老臣所知 这满朝文武最关心皇上龙体的就是 文大师了 不过那天八千岁 也实在是迫不得已啊 大师如此说话 未免过于偏颇吧 不过以老臣之见 这皇上还是早日康复龙体为重啊 你看 这黄袍宝座还空放着呢 你说什么 什么意思啊 皇上 太师言之有理 你看 这龙亭无龙 黄坐空之久而久之 龙袍虚身摆在那里 总是一种诱惑 天大的诱惑 难道谁还有不沉之心吗 试想想 这黄袍龙位 有多大的诱惑力 坐在上面俯视群雄 没有人不梦寐以求吧 你说出来 老臣是想说 当年太祖 陈乔义 黄袍加身 并非是其所愿吧 不过这黄袍宝一旦加身 恐怕就脱不下来了吧 两壶又发水灾 灾情严重 臣已经在奏折中戏表 迅速从江浙调动粮食和药材 送到灾区 防止灾后瘟疫 皇上 小心一些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皇上 近来身子好些了吗 各位爱卿 多日不见 可都好啊 有事就揍 谁家有个家长里短的事 也给朕说说 也让朕乐呵乐呵 皇上 皇上 难道这龙亭之上是水田吗 你到这来 难道是插秧重道不成啊 皇上 眼下正应是插秧季节 你说这稻田该不该插秧啊 到了季节自然应该插秧啊 如果不插呢 不插 不插明年就没有收成啊 皇上 所言即使 由此看来 这秧不插不行 咱们这大宋江山不立太子 行吗 朕明白了 你这是在逼朕呢 你是看朕的身体不行了 想让朕传位了吧 皇上 东宫虚伪 旷日已久 天下 是无不忧虑啊 传国之本 在于立太子 这 太子不立 设计不定 江山难稳啊 众位大臣 你们的意思呢 这是传等共同的想法 可是 朕欺下尚无一子啊 皇上 汉城帝也无子嗣 便利游子 一个中庸皇帝尚能如此 何况皇上呢 先帝留下楷模 传帝不传子 如果皇上效仿先帝 可在宗室中选择 贤能之辞 立为太子 同室同宗 既顺天意 也和民心 望皇上三思啊 弄了半天 原来都是串通好了啊 臣等一片忠心 我皇上恕罪 臣等一片忠心 请皇上恕罪 是啊 你们是一片忠心啊 唐太师啊 你的意思呢 皇上 皇上 皇上贵为大宋的天子 不应该不考虑子嗣的问题 不过 以老夫看 皇上应该修身养性 早日为我大宋生下龙子啊 皇兄 你呢 皇上 此事非臣敢思议 请皇上定夺 要是朕今天 不从啊 皇上 皇上 身为天子 可以不从 但臣等以立下决心 如果皇上再不考虑立太子之事 我们便天天 赤脚上朝 请皇上三思 众位爱卿啊 朕 这些年迟迟未立子嗣 朕 也有朕的难处啊 子嗣一定要立 但还不是今天 立子嗣刻不容缓 请皇上 从速考虑 朕会考虑 朕会考虑的 朕一直在考虑 朕也一直在努力啊 各位爱卿 朕 对你们有一个要求 就算 朕求你们了 好不好 请陛下明示 两年 你们再给朕 两年时间 如果朕 两年之内 还没生下皇子 那就一定在宗室的子嗣当中选择一位 立为太子 李妃接他 在沉沉的皇宫深处 再一次响起了太监们久违了的喊声 我们大宋王朝的针锋皇帝 开始考虑他的江山设计 在此期间 他也不再去拜神求仙了 而是日夜奔缩于三宫六院 七十二妃之间 他不愿意大宋王朝后继无人 皇权旁落 他更不愿意早已失去皇位的八先王的后代 再成王位 他要生出自己的血亲太子 使大宋王朝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传天下 但他没有想到 在他声歌厌舞 还肥厌寿 温香吞语之间 却滋生了一个罪恶的欲望 这个欲望 掀起了大宋王朝的惊天巨浪 娘娘 您的药 郭公公呢 郭怀呢 启禀娘娘 奴才到 你们下去吧 走啊 快 是 寇主姐姐 寇主姐姐 娘娘吃的什么药啊 不要说 也不要问 对宫里的事情 你要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看见的 你要装作没看见 记住了吗 嗯 皇上今天晚上 去哪个宫了 皇上今晚去了 于妃娘娘那边了 又去于妃那里了 这个于妃到底哪里好啊 我问你 这些天 皇上总共 临兴了多少个妃子 好像快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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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多少个 说实话 禀告娘娘 总共是二十六个 二十六个 二十六个了 每天都在换 这些人当中 每天都可能有人怀孕 可能生皇子 可能要当上皇后啊 娘娘 二十年来 我们做的万无一失啊 没有出过任何纰漏 所以我觉得 你刚才讲的 应该不会存在的 万一 万一怎么办呢 万一汤药不管用呢 皇上 她想生孩子 想得快发疯了 万一有个嫔妃怀孕 就可能立位皇后 我熬了十几年了 终于盼到昆后死了 还以为有希望了 可是 可是 娘娘你放心的 奴才在宫里 待了四十年了 跟你跟了十几年 这十年中 没有妃子怀过孕呢 在我心目中 你就是唯一的娘娘 是啊 后宫嫔妃三千 有哪一个 比得上我呢 所以一奴才所见 娘娘你做好准备 保养好身体 准备生皇子 来 娘娘 这个仙丹 是大师刚刚提炼 出来的仙药 一出炉 就马上送过来了 我看您还是 把它吃了就好了 什么仙药 你快去把文言博 给我叫过来 我要问问他 吃了那么多他的药 为什么一点都不管用 娘娘息怒 大师说了 这药方子 曾在民间试验过 非常灵验的 你倒是说说看 怎么个灵验法 听说 听说吃过药的人 十有八九都怀孕了 那好啊 你替我吃吧 我想看看 你能不能怀孕 娘娘 你要奴才吃 不要说这仙药 就是这毒药 奴才也 我现在就命令你马上吃 好 既然娘娘要奴才吃 奴才不敢不从 但愿奴才吃了这仙药 像其他女人一样 也怀个小奴才 娘娘 奴才在天底下 是最心疼您的人的 就算我求您了 把这丸药吃了 吃了这药 您一定会怀龙肿的 郭怀 你说 我的肚子 就那么不争气吗 那您说 宫中哪个妃子的 肚子是争气的 你们给我看好了 绝不许有一条鱼漏网啊 等一下再喝吧 娘娘 这药要是凉了 就会影响药性的呀 皇上马上就到了 您看 我会影响药 terre 我会影响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奴才给我拖下去 打一白大板 娘娘饶命啊 娘娘饶命啊 娘娘 都是奴才的错 你就饶了小梁子吧 都是奴才的错 奴才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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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才该死了 行了行了 郭公公 就是你把自己打死 也于事无补 还是把自己拉的屎 擦干净吧 娘娘 天一亮 奴才就给你个交代 娘娘 找碧人有事情 大师 你有办法 让那些含苞的花不开放 难道你就没有本事 让那些不开花的树 开出一朵花来吗 碧人这点本事 怎敢与娘娘相比 碧人只不过是会练一些补药罢了 大师 你是在取笑本宫啊 岂敢岂敢 娘娘可曾听说过 大唐武则天 曾颁布百花令 则令天下群方 按他的旨意 开花的典故吗 碧人想 娘娘虽不像武则天那样 可令天下百花齐放 但在这大宋宫中 花开与不开 什么时候开 也要听从娘娘的旨意啊 还不是多亏了文大师鼎力相助 娘娘 碧人乃一介草民 如今能在大宋宫里 有如此位置 多亏了娘娘的提携 碧人终生难忘啊 这些不要再提了 大师 本宫对你的仙药 越来越没有信心了 娘娘 您不要着急 花开花落 自由世界 望娘娘 切不可操之过急呀 娘娘娘 开起床啊 娘娘 来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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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喔 我 Alumni 可 绝对你 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娘娘饶命 娘娘饶命啊 闻得不行 我们就来舞的 你偷偷潜入仙怪 直接去药房朝最秘密的地方搜 一定要搜仔细 我可以走只会把你的地方搜索 我可以走到哪里 我可以走到这地方搜索 它是深入沙的地方搜索